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两天一个是忙 第二个呢 是偶感风寒 这个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所以说连续几天没有给大家好好做两集视频 那今天呢稍微感觉到好了一点 给大家呢急急忙忙做这一集视频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已经宣布孙政才呢被判处了无企图刑 对于孙政才的这个良心啊 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而且孙政才我可以更加大胆的预测 他很有可能是死在牢房里面 就是这个武器啊 对于他来讲 只是现在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判定 好像是一个武器徒刑的一个刑期 别人认为可能还会有希望 也许他会能经过减刑啊 干什么还能活得出来 但毕竟孙政才现在只有五十几岁嘛 但是你要知道孙政才他曾经是储君 他的这个命运跟中共前面已经发生过的 类似于像王洪文这样的命运是极为相似的 你看当年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时候 王洪文的这个刑期他们判下去就是不会让王洪文能活得出来 最后王洪文不就是因为肝癌死掉了吗 因为王洪文很年轻嘛 他不能够把他让王洪文很快就能够醒满出来 所以王洪文最终是死在牢房里面的 孙政才我相信也应该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中共他这个在党内惩办他们自己这个党内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办法太多了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先例 他们都有这种完善的条件 孙政才他和胡春华两人分别是胡温那个年代以后推荐的两个储君 胡锦涛他推荐了胡春华 温家宝他推荐了孙政才 那么这两个人在十八大进入了政治局 十九大是有望进入政治局常委 那么按照胡温的部署就说二十大的时候 胡春华和孙政才有望接替这个主席和总理这两个职位 那么这也就是胡温当时的一种政治安排 他们是希望这个所谓隔代指定嘛 因为江泽民他没有办法指定胡锦涛 因为胡锦涛是给邓小平隔代指定了 但是江泽民他要推荐习近平 所以说在胡锦涛之后不由胡锦涛来推荐他自己的接班人 由江泽民、曾庆红他们在几个人里面平衡了以后 我多次谈过这个事儿 是当时是胡锦涛推荐了李克强 曾庆红推荐了薄熙来 江泽民推荐了习近平 那么在这三个人里面经过反复平衡以后 最终决定还是听从江泽民的安排 让习近平沉寂了这个十八大之后的 这个第五代领导人的位置 那么习在没有上位之前 他是做出一副白痴傻瓜像 让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认为这个人没有什么风险 用他的话呢他反正是个傻瓜 白痴他就这么混那么几年就拉倒 所以那时候别说中共原来的元老 那习近平不当回事 即使是像徐才厚、郭伯雄这样的人 也从来没把习近平放在眼里面 徐才厚就说过嘛 让他干五年混蛋啊 随时可以消灭他 因此那时候令计划也好 李源潮也好、徐才厚也好、郭伯雄也好 他们都可以左右习近平未来的政治生命的 那么习正在十八大上台以后 他就露出了他自己所磨略的那一套后黑雪了 用老王首先把他政治道路上的 我刚才讲到的周永康、令吉华、徐才厚、郭伯雄这些人通通拿掉 让李源潮这些人靠边站 那么最终经过十八大整个这一届的布局以后 习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政治布局 到了十九大基本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都完全是按照习近平他自己所安排的这些人员来接替各种职位的 胡中华和孙正才不可能再成为他们的这个指定接班人 那么胡中华让他边缘化 而孙正才直接是给他找一个理由让他下地狱 所以孙正才今天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并且这个无期徒刑对于孙正才来讲 这一辈子想走出牢房的这种根已经非常非常小 那么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王沪宁在出席马克思 这个纪念诞成 纪念马克思诞成二百周年的这件事怎么样 王沪宁高调宣称 习近平思想就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你看中共这个搞文革 它是属于始终有土壤的 中国人他就是怕你愚昧的不够 你再愚昧再愚蠢的语言 你只要敢讲 你只要是捧军 你只要捧圣军 你都是可以的 现在习近平变成新一代的马克思了 习近平有什么习近平小学文化 不学无术没有任何思想和理论根底 那习近平怎么就变成了新一代的马克思 那原来是习近平他自己要吹破马克思 所以他到北大去考察的时候 他既告诉别人他15岁就开始独立思考了 第二个他告诉了马克思是全世界的伟人 是千年出来的理论家 是千年一遇的理论家 是整个共产党历史上面最伟大的这个理论家 因为习近平他很清楚 他第一他没有毛泽东当年能够建国打天下的这种战功 他不具备 他也没有邓小平能够推进改革开放 让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富起来 那么经济上打了翻身仗 那么邓小平有这个资格 习近平也没有 那么他也没有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追随前任领导 给他们定下来的集体领导工作制 按照中共的这个组织原则去办事的这个 这条原则因为习近平要把他打破 他要搞什么他要搞终身制 他要搞独裁他要搞个人独断独行 所以习近平他把这些都毁灭了以后 他现在要找一个理论上和他自己的这个实践上能够结合 能够给他自己装门面的东西呢 他一下子就看中了马克思 他把马克思抬出来以后 他要大家开始学习马克思 马克思如果是对的 现在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拍一个曲叫做马克思对的 马克思如果是对的那中共就是错了 马克思所讲的理论和马克思所运用的各种实践 如果放在今天中共中共就是立即要被推翻了 因为马克思嘛 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理论的核心就是要用暴力革命的方法 然后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 因为马克思讲的所有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 而得到的是全世界 那么今天习近平他继续鼓刀这个理论的话 就说失去家属的应该是谁 不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吧 不是中共这些权贵们吗 他们是给别人制造家属的人 家属的是普通百姓 如果普通百姓用暴力革命的方法 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这才是马克思讲的实话 同时这个老百姓他失去了枷锁 他得到按马克思讲是全人类 就别把目标定那么大了 什么全人类 说句话中国人 你现在不要追求那么大的目标 什么是私底人 什么为民族为国家 这都是胡扯 都是谎言 一旦有人把这么大的旗子举起来 他就是准备诈骗和欺骗你了 就为你自己不要为别人 为你自己活得像个人 为你自己活得有一个做人的真言就行 你扎烂枷锁 然后你可以当当当政策做人 你可以获得一人一票的选举资格 这就是中国普通人应当追求的民主主标 那马克思的核心就是用暴力革命的方法 然后让贫富不均这个差别要减少 而习近平他接任以来 中国的这个激励系数已经达到最大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不可以想象的地步 就说中共他们的几百个家族 这几千几万个他们太子的红二代组成的 这一个团体他已经倒空了国家 他已经拿空了国家 他已经把中国所有财富已经炸完 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巨富 而中国我们普通百姓中有大量还生活得像杨改兰式的人物 所以这种贫富差距他如果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学习马克思理论的话 那老百姓都站起来首先要造共产党的法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把马克思当主事业推出来 习近平不无非是给他自己执政去找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但其实马克思已经是凑打劫的东西 马克思当成了德国 你看德国有任何人认可马克思主义吗 曾经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国家 苏联 波兰 捷克斯罗法克 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这个举不胜数啊 包括亚洲的越南 朝鲜 坚持到今天就只是中国 这么多国家都曾经信奉过马克思主义 但最终大家都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都知道 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用马列邪教 他们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中都是完全行不通的 世界上现在坚持马列邪教的就是中共 和还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北韩 但是北韩他也不信马克思啊 北韩信的是他白头战血统 是他主体主义 是他主体思想 北韩他知道马克思给他是没办法去欺骗他 北韩的民众的 他要民众迷信的是白头战血统 他用白头战血统来劳固的让老百姓认为 你们世世代代要为白头战服 因为白头战才是你们最正宗的 这个国家的执掌国家政权的最正宗的血脉 这是朝鲜 而中共呢 习近平现在他动不动强调什么要回归初心了 要什么要讲血统论了要红二代了 其实习近平这些东西即使在红二代这个范围内 他都卖不出去 因为习近平的愚蠢 和习近平自身肚子里面没有祸 他自己这个知识平法 他要寻找马克思来作为他的依托 然后就冒出了一个像王沪宁这样的 你看看前面送走一个张春桥现在来了个王沪宁 张春桥在他自己被这个打倒之前 他疯狂拼命的吹捧毛泽东 他把毛泽东思想并列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把他这个给把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让老百姓进行迷信和崇拜 那么张春桥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王沪宁是中共建政以后出生的人 他是从小生活在毛泽东那个搞个人崇拜和那个疯狂的红卫兵年代的 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生活的脉络上 达到深深的共产主义个人崇拜的印记 他今天能够在中共召开的这个党内的这些重要的大会上面公然宣布 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其实这个话他自己也不信 坐在台底下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也不信 中国的新闻媒体也不信海外的舆论更不信 谁信习近平信习近平听到这个话是新华如放 他又成为了新时代的马克思 所以习近平这么愚蠢的人就是要底下向王沪宁他们这一类的拼命的捧他 把习近平每天灌得个晕晕乎乎 他真以为他能率领着他的这一批幕僚们能把中国走向马克思主义 我讲过纪念马克思最好的方法是你们一起去见马克思 马克思等着你们 马克思的所有的理论如果真正是把它放到核心 让老百姓来操作的话 那一定老百姓是要造一共产党法的 共产党他总认为他们用马列邪教的这个理论让他们夺得了这个国民党的政权 他们就可以用封建王朝和封建专制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百姓了 那么你想没想过世界形势境界已经完全不同 美国和中国之所以要发生对中国的各种制裁 美国不是简简单单嘴巴闹说的 美国要求中国在整个这一次中美贸易中要中国做到四点 这四点每一点都是要中国命的 第一点要求中国什么 要求中国必须开放互联网市场 也就是美国的任何一个互联网企业可以进入中国 这是指第一点 这一点重要在什么地方 大家不需要我去讲那么多 如果互联网市场打开 如果中国没有防火箱 如果全球的网络企业都可以到中国来开办他们的企业的话 那么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 立即了解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 包括中共想掩盖的所有罪恶 同时一旦要对中共这个政权进行反抗的时候 通过这个互联网顺势集结 马上就可以人员响应立即到位 所以第一条要求中共开放互联网市场 对中共是直接一道刺入心脏的 那么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是必须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 所有对中国盗版的各种知识产权 要么停用要么付钱 那么你觉得能付得起吗 我告诉你中共付不起 在美国所有的这个知识产权 和美国所有的软件 你都是要花钱的 无论你是专业软件 你比方说绘图的软件 什么富途小谱这一类的 即使是我们办公的软件 像我们经常用的PDF XL以及Word 这些软件在美国都要付费的 我一个月付这些所有的费用要几十块钱 而全年要付的几百块 就所有的这些办公软件 那么在美国这每一个人使用 你都得付钱 学生可以打折 那么这些钱如果到中国 这个标准如果在中国进行执行的话 你觉得中国付得起吗 老百姓付得起吗 还是政府付得起吗 这个是不得了的钱 这个钱不是几百几千亿 因为这不是美国政府强加给中国的标准 而是美国的企业标准 因为在海外任何知识产权都受到人们尊重的 使用任何软件都要付钱的 所以那时候你什么免费看电影了 免费下载音乐了 免费去网上读书了 这些都不可能 在美国这些所有都花钱 因此如果是尊重知识产权按照版税版权来付钱的话 中共和整个这个国家运行的这个庞大的行政系统 它是付不起的 如果是付 那就意味着什么中国现在的这个财政和他们的国库 就马上就捣空了 这是指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美国要求中国回到WTO当时兑现的所有承诺上来 那么兑现WTO承诺是什么 我告诉你讲最简单的就是说 恢复所有在WTO里面承诺的就是金融、贸易、证券、保险 全部要对海外西方国家开放 这个开放意味着什么 比方我以保险为例 如果西方一个一流的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办保险用 它无论是在保费的这个购买 还是它保险发生各种事故以后的理赔 以及它所有的保险服务 要优于中国十倍百倍千倍 而这些公司他们在中国他们雇佣的雇员 他们给出他们个人的工资和待遇 要占他们整个成本的一半以上 海外没有中国那么便宜的劳动力成本的 海外随便哪一个产品随便哪一个工件它的计价的成本 人工成本都要占到50%以上了 所以说如果说这样的保险公司 这样的证券业金融业全部进到中国以后 他们的雇员收入会大大提高 他们的服务会非常的良好 他们提供的保障会非常全面 你觉得中国现在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它们还能存在吗 那爱股现在还能够像中共 没事就到这个爱股里面去割韭菜去把股名利先清疼吗 爱股已经荒唐到什么地步 随便哪一个爱股的企业 它公布的数据 它的利润都少到可怜到 就是说到北上广买个一两套房子 可能它那点利润都不够买 但是爱股里面所有的持有者 他任意随便卖掉点股票 他那个股票卖掉的价格 他就可以买好几套房子 这说明什么 所有这个股市上面能够圈钱的 都是股市里面做东的 都是股市里面发行的这些中共的这些大官权棍们 他们的股票随便买卖 他们就可以买个几十套几百套几千套房子 但是你叫他这个企业去做 向公众汇报 你们广大股民能不能搞到一点分红 能不能有点利润什么 他告诉你他的利润 连北上港买一套房子可能都不够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如果兑现WTO 那就意味着这种现状马上统统消灭 所以说你觉得美国的这一招要求你回到WTO 难道不是吃你的心脏吗 美国对中国这几箱都写得非常清楚 你一步都不能唱 那么第四项什么 第四项是绝对不同意中共作为货币操纵 然后把中国变成货币操纵国 要求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第四点 这一条什么 很多老百姓讲说人民币国际化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啊 人民币国际化按照国际方式做金融结算的话 可能你手上的钱现在就是超纸了 那时候你手上大拔大拔的钱 几千块钱弄到就能买一斤大拔 要上万块钱弄到买一只老母鸡 到了那个时候 你觉得老百姓手上的钱一旦变成废纸以后 这个政权还好能不能在 所以我告诉你啊 美国这几招都是支持中共心脏的 川普很清楚不跟你中国谈 只看你中国怎么做 这次派来的这个代表团到北京 谈了几句人家就提前回国了 没什么好谈的 因为人家只是问你对不对线承诺 你不要解释 中方是拿出很多很多的理论去解释 我们因为这样 我们因为别别别说那么多 只问你对线不对线 这就跟三胖一样 三胖他动的讲到他要启核 他要向国际社会靠拢 他要向美国开放市场 他讲那么好听以后 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直接告诉三胖 不要耍那么多话头 不听你讲的 只看你怎么做 在北韩没有做到完全启核的情况下 不可能放松对你的制裁 所以三胖火了 三胖这两天就朝鲜的官媒 发了一个这个新闻说是警告美国 不要把事情搞砸 把事情回到原来的原点 三胖都威胁美国人 他马上就要跟川普见面了 川普现在讲的很简单 川普给三胖就是什么 不看你说只看你说 他要求你三胖不仅是完全启核 而且川普给三胖加了一个定义 叫做不可逆转 所谓不可逆转就是说 这次启核以后就没有任何可能 你可以恢复 川普有川普的办法 我告诉你 川普有生之年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 而消灭共产主义对北韩就简单讲 把核拿掉就行了 因为铲除共产主义 这个主要任务不在北韩 在中共 因为有中共在北韩 他这个共产主义即使惨掉也没用 如果中共惨掉了北韩这个共产主义 他就自动消失了 因为北韩他大量的依托中共 在巩固着他的这个邪恶的政权 而中共才是整个马列邪教 和共产主义阵营中最恶劣最无耻 对全世界威胁最大的国家 有幸的是 美国的朝野已经完全认识到 今天中共对美国的威胁 所以说中共现在他担任美国的条件也罢 你不答应美国条件也罢 美国只会把这个全面制裁 在下个月就是本月的空闯期后 到六月份就开始正式执行 现在很多这些中国的这些专家 幕僚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给习近平 诉讼的都是虚假的信息 这就是我想起来当年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 那时候袁世凯他经常问他的幕僚 天地下百姓对我这次恢复地质 对我这个重新当这个皇帝 我记得都是吹捧袁世凯怎么英明怎么神武 全国百姓对你怎么拥护怎么爱戴 你恢复地质多么多么好 你所给你所谱带来的给人民普及众生的这种光辉 让老百姓对你感恩怠惰 他们做了一张这个报纸 这个报纸只有一张每天指引一张 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全世界都看不到 袁世凯每天看到那一份红线王朝这个印象一张 让他认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他每天看这个报纸他就淘汰在期间 他觉得好了你看天气下老百姓都用火 报纸上一切都很很清楚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就是靠报纸 而最主要的报纸登载的东西 就能够让统治者完全相信百姓确实是这么想的 他根本没想到这是他的幕僚 专门为他做的一张虚假的报纸 专门编造各种谎言去欺骗他 所以说83天这个家伙一命五虎命就送掉 习近平今天也是这样 现在虽然有互联网 但是习近平他不会上网 你以为习近平渠道很多吧 你搞错了 习近平这样的暴军他的渠道是很狭窄的 因为一般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跟他沟通 跟他有资格有能力沟通的是他身边 他最信任的几个庆程他几个贴身的幕僚 这几个幕僚和庆程 什么话跟他讲什么话不跟他讲 都是绝对要考虑好的 因为一句话讲的不胜就有杀头之祸 所以这些人给他讲的话都是吹捧他 和对他进行阿谀奉承 以及给他提供各种虚假的 整个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好 你习主席多么多么英明 你就是千年顺君 现在你看海外那些爆料的人都说你是指千年命君 所有人都拥戴你的 所以习近平就完全晕晕乎乎飘飘然 因为这几个人才会跟他说话 那你说习近平他不能上网啊 我告诉你讲习近平是不会用手机的 习近平不会用手机发任何一个短消息 更不知道什么叫微信什么叫QQ 那个QQ的图标是什么呀 微信的图标是什么呀 那个里面能够传图片传声音传视频 能够打字能够彼此间沟通的东西 习近平完全不会 他根本就不会那几个案件 他根本就不可能在微信上和QQ上写任何几个字 他连短信都不会发 别说发微信和QQ了 因为大家知道手机诞生以后 很快手机大家就出现了一个叫短信 有些东西不方便打电话直接沟通的时候 大家用短信的形式来进行处理 而习近平在那个年代他就不会 他手机就更不会用 他更不会用智能化手机 他还是用最原来最原始的那种打端头 是个案件按几个键打个电话 他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了 这是他过去 从他当了高级领导人以后 这个电话也不吃他 他也不会打了 因为底下人会带他把号码接通好用给他 他就只管讲话就行了 所以他问到今天 他对整个外面的形式是完全不清楚的 他只有他身边几个进程和幕僚给他输送各种信息 而这些信息绝大部分都是有毒的 都是害他的 都是表面上对他多么拥戴多么夸奖 告诉他这个你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一片大好啊 中国形式一片大好 美国人想遏制我美国根本做不到啊 所以习近平每天就在这种飘飘然晕晕晕晕晕中 当做他的千年神军 那么王伍林所以出台一个习近平就是新时代的马克思 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习近平很满意 习近平又会觉得王伍林 你这小子不错 没白摘配你 所以把你拉到了常委继续干啊 下面看看这个习近平思想还能升华到什么地方 不光要马克思主义 还要超越马克思主义 要宇宙要宇宙理论 要控制全世界 要世界人民都爱戴习近平 他们每天就干这个 所以我告诉你啊 习近平离死不是很远的 只要是所有他的幕人 只要他所有的幕僚和进程 每天都用这种方式去把它惯容的话 习近平就变成什么 就叫饮症止渴 他每天在喝的毒药 每天喝一点 每天喝一点 喝到哪一天毒性篡藏而发的时候 他就真的去见马克思了 那不是什么新时代的马克思 那直接跟马克思两人死在一起 这一天不会太远的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